他超緊張 所以去的不是小鬼 那去的是 那時候 那個男生不是圈內人 另外一個團圓的男生 男也會過來住嗎 我是沒看過 但是我是聽那個就是齊惠 或是成林講說他有回來過 齊惠跟楊成是住一間的喔 所以齊惠看到的應該就是楊成林的男朋友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常常不在宿舍 都是我跟他 他們兩個都不在宿舍職業嗎 OK 好 知道了 歡迎大家先來體驗 好 好 接下來你要發揮一點人性了 你要把鄭中英配給阿布嗎 我覺得還滿好的 滿配的 然後把郭欣還滿合的 你不要講 我跟郭欣還滿合的 我沒認識 我怎麼不認識 就覺得很認識 你怎麼會怎麼樣 好 而且帶走 帶走 很厲害的就是彩花室友就是 鄭中英小姐 因為就王仔花死命攀到人家家裡去住 我是不得已的耶 是他是那麼熱烈 然後就很熱情 不是 你到台北市還沒地方住才 死命擠到人家家裡去住的嗎 這樣不錯 所以鄭中英那時候很倒楣耶 就是拒絕不了 而且那時候你是不是有男朋友 沒有 就是剛在鬧的時候嗎 那時候是後期的 你是說之前 前一任的嗎 那時候還沒 我是說是早期的 你要把哪幾任的交代出來嗎 好精采喔 一早上你就都說了吧 很好 我們弄機關掉 弄機關掉 是不是 我們先搬乾淨啦 快點 要搬乾淨 鄭中英後來會嫁給那位 就是後來離婚的前夫 只是為了要搬乾淨 應該是狗王彩虹 是狗王 寧願 寧願嫁錯 也不願意跟這個室友消去 好恐怖喔 沒那麼嚴重吧 歡迎鄭中英小姐請坐 好 那阿布要跟誰出櫃嗎 就他啦 總不會跟那個煙鬼吧 我看那個彩虹姐講的白白嫩嫩的 對 我看他分明就是 因為我們不能強迫郭欣嘛 所以郭欣要自己講 好 對 郭欣發生事情的時候 是在阿布喝醉的時候對不對 對 他喝醉常常對我毛手毛手 然後阿布抱著你的時候 他嘴裡會真的說出他想要嗎 在我耳邊說 說什麼 耳邊 在耳邊 他的那個詞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說 好 我們歡迎郭欣請坐 太輕輕了吧 太輕輕了吧 有一個煙鬼沒有要認你 還有一趴耶 還有一趴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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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回來 哪一趴啊 我也有室友啊 誰還有室友 這是我室友啊 真的啊 話不多 趕快把他帶走來 因為先睡覺 阿布 阿布沒有料到郭欣要告訴我們 我們這件事嗎 他不知道 我完全不記得這件事 他們兩個的生活好搭喔 而且他們兩個外型就很有夫妻臉 你不覺得 對啊 在家裡面 我就是扮演著媽媽的角色 應該講太太的角色 是嗎 是這樣 郭欣呢 是 專門負責洗衣服 然後阿布修水店 家裡是這樣子 家裡是這樣子 家裡 你們感覺好配喔 他其實 我們住在一起五年了 是 對啊 那我也很了解 所以你們是選擇今天公開嗎 選擇電情 公開我們的友誼 要給禮金嗎 感覺阿布是那種 昏述不計的那種 就是他都OK的 而且你看得出來 郭欣是非常愛阿布嘛 感覺是嗎 他一直都會放電 對 然後阿布是還有一點 就是那種說 我還沒有要訂下來的樣子 對 你們都很愛在入室耶 你們這一看郭欣的表情 他真的沒有你不行耶 他害羞啦 他愛你 阿布愛你 不是 他是個怪人 你知道嗎 他在家裡 他很愛乾淨 他都會打掃到家裡洗衣服 可是他做家事 就是有一些修理方面的 他一竅不通 真的 所以這種事全部都交給我 我覺得是一種天性 而且我好愛洗衣服喔 我每天一定要把衣服這樣 洗得乾乾淨淨的 然後吊起來 等等 你洗衣服 是只洗自己的還是也洗他 沒有 通通洗 阿布的也洗嗎 一起洗 阿布的內褲也洗喔 內衣褲也都是我洗 然後吊起來 然後等它乾了之後呢 我再把它折好 然後再放到它的房間 不是 我不是等它站的時候 再拿起來聞一下 他們都靜得到什麼程度 還需要這樣子 然後每天在那邊掃地 拖地 然後家裡面的狗大小便 都是我在那邊 所以當你在拖地的時候 阿布會不會從後面抱住你 抱了 抱了啦 誰在弄窗戶的啦 好可怕 趕快一起起來 好可怕 而且你知道 那個郭欣喝醉的時候 爬不動樓梯 是阿布把它抱上三層樓 先聽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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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幸福喔 你兩個 OK 他那次喝醉久了 然後我們已經坐計程車 到我們家樓下 那時候住三樓沒有電梯 那他已經瘫在那兒 完全叫也叫不行 不能動 叫警察 我還有叫警察 因為外面巷口剛好在林間 我就跟警察先生說 可不可以幫我 一起把這個人抬到三樓去 那警察不幫我啊 我就只好扛著他 阿布剛剛講故事 漏掉叫警察這一段的時候 他說叫警察 叫警察說 上不下那個太太提醒先生說 那個 了解 了解的事 我要自己講 對 反正之後我就背他上樓之後 然後 十指緊控 反正之後我背他上樓之後 就把他丟在那兒了 然後就讓他自己去躺在那裡 你背他上樓 對 阿布在開他晚上說 他要來參加抗戲的娘娘腔 結果好像是真的耶 他憧憬 我不騙你 這次讓我很受不了一點 阿布他講話 他剛剛做折衣服弄的時候 小手指 你看他的動作 對 而且不是他折完之後還 對啊 而且那時候我們 我看那一集娘娘腔的時候 就看到正銘哥這樣勾著包包有沒有 對 我那時候看那一集的時候 我就叫郭欣出來 郭欣你看 像不像你 他就是這樣子勾包包 你也幫我們拿一個包包過來 他有一個經典的動作 就是有時候走路的時候 一起表演 他有時候走路 有時候看到東西 他會這樣 而且是用嘴型有沒有 你說他看到什麼樣的情緒 會發生這種動作 他有時候腳踢到東西 或者是撞到人 就是卡通裡裝可愛那種 對啊 像小蘑菇 然後晚上他一定會敷臉 就從廁所出來就是這樣 臉就綠綠的這樣 好愛敷臉 他是不是會跟你講說什麼討厭 我不理你 我要去敷臉 我真的要講他的人 他已經包包來了 你要勾包包 來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就是這樣 好順手就這樣 他就這樣子 而且你手幹嘛要放在口袋裡 不是 他剛剛拉褲管 對啊 你穿高跟鞋 你拉褲管什麼 不是 因為我這個褲 那個只有女生弄高跟鞋 對 這樣比較順耶 那很美 而且你看他勾得多自然 他從頭到尾都這樣勾 而且他一手勾著 一手拉高跟鞋 都不會不平衡耶 對啊 他很像女人 沒有 高跟鞋的袋子有沒有 這樣拉一下這樣 像不像 很像 好啦 這一點我承認 所以阿富妮手道好好脫 真的很幸運 沒有啦 但是在夜生活中 找到了一個他的歸宿 所以他幹嘛要跟你撒嬌 然後說布林你要撒嬌 對 那時候有時候我會吐他吵 就說你很娘或什麼的 他就 我去撒嬌 這樣走掉 他會幫你撒嬌嗎 不會啦 沒有 我會說你啦 你不要 對 他問我要不要撒嬌 因為可以用那個筆這樣畫嗎 這樣畫 對 我曾經一度懷疑他是 就是對我有意思 結果呢 後來我就一直 對 其實對你有意思喔 感覺得出來 深情寬地看著你耶 對 等一下 你講話的時候 他好享受 阿布你到現在還不知道這件事嗎 你不要再蒙蔽自己了好不好 真的 你就躺開來接受他嘛